浦东的世纪公园 眼下也正在全力以赴 为恢复开源做好准备 希望把初夏的最佳景色 呈现给市民游客 眼下世纪公园内的四季海棠 史车菊 绣球花等正静香怒放 2000多平方米的薰衣草花田 已是一片梦幻般的紫色 在这段暂别游客的日子里 公园里其实还有不少护花使者 仍在日夜助手 悉心呵护着这里的一草一木 今年疫情封闭的时间段 正好是我们绿化养护 最繁忙的一个季节 因此我们公园将防疫流水的能源 组织成了一支绿化养护的突击队 完成了我们公园 近20万平方的黑麦草的第一个工作 1000多平方的花坛放缓 和我们公园的病重害法治工作 露面保洁 为恢复开源做好准备 将初夏的最佳景色 呈现给市民游客 全员大保洁 设施设备安全检查等一系列的工作 也都在进行当中 全员的一个安全大排查 那么在消沙方面呢 也提高了以往的一个评次 那么公园的各个入口呢 我们是增加了这个数字哨兵 和我们的场所码 那么希望呢 给到我们上海市民 一个安全美丽 舒适的一个游园环境 我们下期再见 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